既然美菲现在在联合军演 中国大陆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 也要秀一下肌肉 是秀给美国看吗 我请教一下韩冰 韩冰你看 因为大陆解放军 现在要跟谁联合军演 是新加坡 你看这个到时候解放军 海军到出动的有导弹护卫舰 有扫雷舰 赤壁舰 4月下旬到5月上旬 这段期间要到新加坡 参加中心合作的海上联合军演 甚至还有亚洲国际海事防务展 那如此看来的话 当然这个时机点是格外的敏感 可是我们来看看 那过去其实新加坡 是跟美国有联合的军演的 而且还就有一个特殊的名称 叫做虎标万金游 是1981年起 每一年举办的联合演习 超过了足足有40年之久 那如此一来的话 难道新加坡是两边军演吗 怎么看呢 你看我觉得现在东南亚这些小国 真的很辛苦 两边送往迎来 你这边我也要 那边我也要 那新加坡过去一直都是 我们就直接讲白了 他在军事上对美国的依赖 非常非常深 他包括他的战斗机 然后他甚至其他一些军武的 相关采购 然后跟美国之间的军事合作 然后甚至也因为美国的关系 所以他跟我们的关系也很好 然后我们甚至过去也常常帮带 在训部队这些东西 所以新加坡其实跟美国 跟西方世界的关系当然都很不错 可是你看他会选择跟解放军 在做经验 其实这代表什么 我觉得这个军演本身军事上 意义一点都不大 是政治意涵较大吗 我觉得政治意涵较大 表示新加坡在表示 我跟你也是友好 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好朋友 我们大家也 而且我觉得他们这一个演习 一定针对的是什么 海上的安全 可能是针对海上 比如说海盗啊 或是其他这些相关东西啊 就比较不会是军事意义 那么强烈的演习 而是一种相对 就是一种海上合作的 这样的一种演习会比较重要 为什么你是从什么 导弹护卫舰跟猎扫雷舰来看出来吗 因为你看嘛 第一个解放军 去的规模本身也不大 然后你看他新加坡 去的规模本身也不大 那这个就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 就是我们双方过去 可能接触没有那么多 那以后我们在南海 可能会常常碰面 所以呢我们就彼此这样大家接触一下 表示以后第一个我们是友好 第二个万一海上发生什么事故的时候 我们彼此可以互相做一些协助 合作维护海上之安 对 我觉得主要是朝向这个面向 我不认为新加坡会跟解放军 直接做军事上合作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那个是由美国在操控的 可是新加坡本身 他一定是想要展现 我跟你们 不管中国大陆也好美国也好 我跟你们都是很和平的 那还要继续虎标万金油吗 我觉得还会 会继续 这个一定会继续 所以我觉得包括菲律宾也是一样 你看菲律宾他也一直都在跟美国军演 然后他跟美国军演玩赛白赛 马上就直接跟那个又接电情感了 不就这样吗 大家都在玩这种两手策略 那我真的觉得 就是这些大国可不可以稍微各让一步 让这些小国喘息一下 大家都活得很辛苦 好 但现在来我们看看 这个毕竟大国博弈还在持续着 但是关系会不会逐渐的恶化呢 来看看中美现在的关系吧 有人忧心忡忡了 他是谁呢 他是前大陆驻美大使崔天凯 语重心长 请教一下亮哥 您怎么看他的这番话啊 他说美国对华政策 是不会受到美国2024年大选结果的影响的 中美关系还会有很多的波动 甚至可能发生惊涛骇浪的事情 什么叫做惊涛骇浪的事情呢 亮哥 不 只要没有开战 之前都叫惊涛骇浪嘛 就是会冲突的非常激烈 崔天凯的原话是这样啦 他就说 美国跟中国现在已经完全失去信任了 因为你事不亦无异 你之后完全朝相反的方向在做嘛 那你这个 他简单讲就是说你要中美要恢复 就是一定要有诚信 但是现在美国在搞两个凡事啊 凡事在中国做的一定要反对 凡是中国提倡的美国就一定不赞成 对呀 那搞什么 那关系因为更差 我这个也是讲比较极端一点 应该是说 中国最在乎的你不处理嘛 比如说叶伦那个演讲 半导体 人工智能 还有量子运算 你都要制裁嘛 然后你说那个不是经济 那是国安 是啊 然后说其他的我可以跟你合作 那变成就是人家在乎的你不处理嘛 那中国为什么要处理你在乎的呢 比如说美债啊 美债就是美国在乎的嘛 对不对 那现在又加了一个叫做 他要对稀土的出口做管制 对 因为针对那个我们讲那个洛克希的马丁 我不知道他为了他战斗机如何制造 对呀 原料都没了 都受制 一架战斗机就要用到400斤的稀土左右嘛 对不对 那到时候你怎么办 我相信中国大陆也会去测查那个出口的最终使用者 所以亮哥你指的这个惊涛骇浪就是让美国感到惊涛骇浪的事 不是不是 那他不准美国的VC 创投基金去投资中国的高企业那又怎样 高科技 中国又不缺钱 对 所以中国并没有感觉啊 他可能还会做 这个我们不知道啦 因为 拜登这个人给人家感觉就是反复嘛 比如说你叫麦卡锡不要做一些动作 联邦官员也没有见蔡英文嘛 那结果看起来还是没有解啊 对 对不对 因为中国大陆并不认为这样子就 我们就可以回到原点嘛 因为他认为这件事情 从头到尾就是你买空卖空嘛 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让他去了嘛 我说蔡英文啊 然后接下来你就联邦官员不要见他 那麦卡锡还是跟蔡英文见 那对中国大陆来讲这种叫做买空卖空嘛 对 对不对 因为这个就是你凭空制造的一个事件嘛 是啊 那这样子的话 他并不认为你有缓解 美国跟中国的矛盾嘛 对 比如说具体的矛盾是 比如说办法理制裁去年10月21号 那个就非常具体啊 所以就是中国要的你美国不给 然后中国不要的你美国拼命做 然后你在凭空制造筹嘛 然后又说我做了让步 比如说我垂你五拳啊 那实质上我只打了三拳啊 那这样叫让步吗 不叫 对不对 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的感觉就是这样 就感觉你什么都要抵制我 那最后你只执行了 比如说百分之五十 然后你就说你让嘛 是 问题是本质上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对我 是 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美国完全没有听懂杨洁篪讲的话嘛 就你不能用实力地位 来从下从上 上尉俯瞰我嘛 要平视嘛 要平视嘛 美国不会平视 对吧 然后他完全没有同理心嘛 是 他就认为他是老大嘛 就这样啊 我们在52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被降触击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是我们不放弃 让真相被听见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因为这个app非常贴心 中天的新闻直播节目全都在里面 一次满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